这是1989年泰森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 也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拳击巨星 但是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他首次见到前辈拳王阿里却显得非常腼腆 甚至是用手挡住自己的脸 不好意思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有无数人将泰森与阿里两位最伟大的重量级拳王放在一起比较 但泰森最巅峰的时期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永远都无法战胜阿里 他是我心中永远的神 泰森真的永远无法战胜阿里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 但这是泰森对自己前辈与偶像的敬意 我们只知道泰森狂暴如野兽一般 但实际上他始终对前辈 对榜样对拳击运动心存敬意 或许这也是让他成为最伟大拳王的原因之一吧 他会继续的战胜 他会继续的战胜